十个月大的女婴每天哭泣不止 检查发现体内竟藏有12根钢针 背后凶手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眼前这个女人是萱萱的母亲 几天之前 女儿萱萱总是无故哭泣 这让她和丈夫感到十分疑惑 于是就带着萱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可结果让众人都吓了一跳 萱萱小小的身体里 竟然身藏着12根钢针 并且这12根钢针 遍布在萱萱身体的各个部位 而更令人胆战心惊的是 其中的5根钢针 已经扎入了萱萱的肝脏 肾脏 脾脏等器官 这些钢针不仅带来了 撕心裂肺的疼痛 还严重破坏了身体器官的运作 逐渐的侵蚀着萱萱的生命 得知自己的女儿 竟然正在承受如此折磨 萱萱的父母感到万分自责与崩溃 难道是自己看管孩子不慎 让萱萱不小心在哪磕着碰着了 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吗 可是据医生所说 这些钢针分布的位置十分均匀 并不像是意外扎入体内 而是有人故意为之 这样的说法令萱萱父母不寒而栗 到底是谁会对一个不满一岁的女婴这么残忍呢 萱萱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 小两口平时待人也都十分和善 在当地自然也没有什么仇家 而且萱萱父母对待孩子也是尽心尽责 更不会随便让萱萱和外人接触 那么女儿体内的钢针到底从何而来呢 就在他们带着萱萱四处求医的时候 萱萱身体被扎十二根钢针的消息 也在村子里扩散开来 有人提醒萱萱的妈妈 是不是家里的长辈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所以才做出了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 这种怀疑的言论 实际上便是将矛头指向了萱萱的奶奶 然而萱萱的奶奶却表示十分委屈 她宣称自己对这个小孙女很是喜欢 平日里也是宠爱有加 怎么可能会下次毒手呢 那么背后的凶手到底是谁呢 萱萱又能否平安无事呢 十个月大的女婴体内被扎入十二根钢针 生命危在旦夕 背后凶手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经过医生的检查 萱萱体内的钢针分别从全身不同位置刺入 有的已经深深扎进内脏 随着血液的流动 钢针还不停地变换位置 如果进入心脏那就回天乏术了 由于镇上没有条件做这种大手术 医生建议萱萱父母最好尽快转院 小两口听后顿时后背发凉 而这个消息一时间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 村民纷纷把矛头指向了萱萱的奶奶 毕竟重男轻女的思想 始终存在于老一辈人的观念里 然而萱萱的奶奶却大喊冤枉 平日对孙女的宠爱 萱萱母亲也是看在眼里 因此也极力为婆婆辩解 寻找真凶的事就这么告一段落 当物之急是赶紧取出萱萱体内的钢针 为了给女儿治病 萱萱爸妈每天四处奔波 两个月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当地所有医院 可医生们都因医疗条件有限 手术风险太高而拒绝了接诊 眼看萱萱的状态越来越差 怀揣着最后的希望 他们带着萱萱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 几乎崩溃的两人 不断恳求医生救救他们的孩子 哪怕为此倾家荡产 也愿意孤注一掷 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们 得知了萱萱的情况后 震惊的同时也感到十分为难 不过 看着即将奄奄一息的萱萱 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试一试 为此 医院立刻集结了全科室专家 组织了一场紧急会议分析萱萱的病情 手术的难点有两个 一是必须要准确定位12根钢针的位置 二是在取针的时候 保证萱萱的身体组织不会受到损伤 听起来容易 但要在一个十个月大的孩子身上实施 还是非常困难的 一旦操作不慎导致内出血 萱萱很有可能直接命丧手术台 专家们经过整整四次讨论后 才最终确定了手术的方案 可是在手术当天 情况却变得愈发棘手起来 原来萱萱体内的12根钢针 是会随着她的动作产生一味的 有些藏在深处的钢针 甚至会由呼吸和血液循环而发生移动 这无疑会让手术变得更加困难 幸运的是 大腿处的两根钢针扎的较浅 能够直接从皮肤上摸到针尖 医生们便率先取出了这两根 而第三根和第四根的钢针相对比较危险 因为它们处在神经周围 不能造成太大的切口 于是医生们利用超声波锁定了位置 用钳子抵住钢针 小心翼翼地将其拔了出来 在前表层的这四枚钢针被取出后 医生们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那么萱萱最终能否化险为夷呢 这扎一根那扎一根 肯定就是个人为的 女婴体内被扎入12根钢针 生命危在旦夕 父母求医两个月才有专家愿意接诊 医生召集全科室进行四次会诊 才确定好手术方案 取出前四根针的过程还算顺利 但从第五根针开始 才是真正考验医师的水平和耐心了 因为第五根钢针已经扎进了萱萱的肝脏里 就露了一个小尾端 肝脏你不能切开以后 随便切得着 医生们不可能直接打开肝脏将针拔出来 但幸运的是 这根钢针在肝脏的外面留了一点小小的尾巴 于是医生们便借着这一点小小的尾巴取出了钢针 在这之后 医生们又使用B超和腹腔镜 顺利取出了第六枚钢针 然而在要取出第七枚的时候 医生却发现这枚钢针突然消失不见了 原来在手术的过程中 这根钢针已经发生了位移 无奈之下 医生们只能从萱萱腹部切开一道八厘米长的口子 才将其找到 在将第七根钢针取出来的时候 在场人都捏了一把汗 因为这枚钢针已经生锈 而它又恰好处于宫血系统的附近 如果再晚一点取出 后果将不堪设想 紧接着 医生们又顺利地取出了位于腹腔 盆腔以及肾脏上的第八 九和第十根钢针 本以为可以按计划顺利地完成手术 结果第十一根钢针 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经过一名护士细心地找寻 第十一根钢针的针尾 最终被摸了出来 在两名医生的配合下 才得以顺利取出 眼看胜利近在咫尺 最后一根位于萱萱臀部的钢针也成功取出 所有人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整场手术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取得了全面胜利 其实仅凭描述 我们就能体会到手术锥心刺骨的痛 何况是个十月大的婴儿呢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那就是对萱萱做出如此丧心病狂行径的凶手 到底是谁呢 经过一番调查 警方最终把嫌疑人锁定为萱萱的舅妈 可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 萱萱的舅妈竟在事件报道后的第三天就服药自杀了 留下了两个孤苦无一的女儿在家 萱萱母亲表示 自己与舅妈平日并无仇怨 所以舅妈为何要下此毒手 也无从得知了 也许是她对萱萱造成的伤害 留有几分愧疚之情 因此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吧 那么对于此事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